母亲性格强势 但她没有意识到 强势的沟通方式 已经给她身边的人带来了伤害 她认为 儿子的女友自私自负 心机深不善良 对于这些评价 回到现场的儿子会做何回应呢 从你的角度看 你觉得为什么妈妈不喜欢这个女孩 因为我觉得还是 就是可能觉得她是农村的吧 然后因为一开始来的时候 她来我们家看我的时候 买过东西 然后妈妈会觉得那些东西 就是比较土 我突然觉得土 儿子 我打断你 我突然说觉得土 她给我买的微博 我还带着你 对不起 我打断你 这个大姐 你的口头禅就是我打断你 就是在整个节目现场 说了好多遍 就是你不太愿意 给别人说话的一个机会 这也叫沟通的强势 就是说她觉得 我那个女朋友来家的时候 穿的身上衣服也比较土 也没有档色 然后看的也不是什么 就是好的衣服 然后后来觉得那可能 自己来家的时候穿的不太好 然后后来已经过来之后 就是要买一些贵的东西 可能觉得也很差吧 可能觉得就是农村的 可能那种小东西是吧 可能觉得自己不舍得花钱 然后但是发婆婆 而且是绿水铃铛的 可能是那种感觉 那妈妈刚才说到的 关于女孩这个心肌重啊 成俯身啊 等等这些 你赞同吗 我不是很赞同 因为可能每个人看的角度不一样吧 你要说 白色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任何意义 你就说做早饭这个东西 因为一开始 我上班是最早的 我是第一个从家门出门去上班的 然后具体后面是谁做早饭 谁不做早饭 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听我爸说 听我对象说 我对象就说 一开始是他做早饭 他是第二个要出门上班的 所以说他起来热饭 他会把我父母的饭带出来 然后后来可能是因为什么 某件事吧 还因为什么事情 然后就变成我妈起来做早饭了 然后你要说晚上回家做饭这个事情 其实我女朋友也说做过饭 然后但是呢 就是我妈可能有她自己做饭那种规律吧 然后就是我女朋友做饭的时候 我妈怎么会在旁边指挥 然后就是之前教我做饭的时候也是 就是我妈恨不得就自己抢回来自己做 然后女朋友一看 就她这样就别帮忙做饭了 等我妈回来做饭之前 提前把菜切好 洗好 备好菜 那这个女孩 你要这样说吧 我不录了 咱也别解决了 行吗 我不录了 我不录了 儿子帮女友辩解 导致母亲愤然离场 就不录你 我妈妈 со